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动是行动 你有什么动作 你要采取一个什么措施 你要行动 剧情是电影 电视 戏剧 舞台剧等等 叫剧情 或小说 我们看 The main events in the movie novel 或者是 这个是 电影 小说 或者 play 戏剧 剧 都可以 等等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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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要加一个 period 加一个剧点 这剧情 所以它不再是行动 所以一次多意嘛 一个字又多个意思嘛 当然我们现在意写另外一个意 但是原本是这个意 I don't like this movie 我不喜欢这部电影 为什么呢 because the action is too exaggerating for me 因为呢 这个剧情呢 太夸张了 I don't like this movie because the action is too exaggerating to me 我们这只是一个例句了 那每一个人造的例句都不一样 反正我们就是说明一下 只是举个例子 造个句说明这个action 它一个是剧情 像hook 就是勾子啊 hook 虎克船长啊 勾子 那hook 加ed呢 就是勾冲的 所以很多动词加ed就变成形容词 勾子撞的 所以很多动词加ed就变成什么什么的 勾仲的 可是呢 它不一定是勾字撞的啊 它也是上营的啊 adict to drag 这个drack 现在本来是药品 那现在越来越用到那个毒品 所以现在就用medicine 连drug store 药房都不太用 都用pharmacy 因为drug 它本来就是药跟毒品 但后来现在你看那个外国电视剧 几乎一讲drug 都是讲毒品 没有再讲药了 所以药就用medicine 就是上瘾 就是吸食毒品 服用毒品 上瘾 或者是very interested in 有非常大的兴趣 an enthusiastic 就是很狂热的 很喜欢的 about something 就是上瘾 就是吸食毒品也是上瘾 或者很喜欢做一件事情 都是上瘾 一个是有害的 一个是个人的喜好 addict to a drug or very interested in an enthusiastic about something 这个字不好念 enthusiastic 这个是大卷蛇 enthusiastic 不好念 就是很狂热的 那比如说另一句呢 he was hooked he was hooked on harrowing 就是我们on这个字呢 解析词就是在什么之上 或者是去探讨什么题目 针对什么 所以这个on 常常用on 所以有些解析词呢 大家考试 怕解析词 常常觉得这个有道理 结果答案一出来不对 就是他解析词 它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有些解析词 你用不同解析词都可以 有些就你只能用某一个解析词 所以这on不指在什么上面 就针对 针对什么东西on he was hooked on harrowing 那你也可以写 cocaine啊 或者morphin啊 或者其他都可以 它吸食海洛因上瘾的 或者on drugs 也可以 如果drugs就加S 因为它那个药 那毒药有各种不同毒药 或者是呢 my brother has been hooked on playing poor recently my brother has been hooked on playing poor recently 那这边有几个注意呢 就是最近迷上了壮球 所以那个老外常常喜欢用 现在完成式 那我们一般人就很少用完成式 只会用现在式 过去式 未来式 因为现在完成式 或过去完成式 很好用 它表示一段时间 因为你现在式 过去式 未来式 都是一个点 一个时间的点 可是我们很多动作都是 持续进行 所以就要用现在完成式 现在完成式 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持续的进行 比如说我弟最近迷上 花式壮球 他不是打一场 他可能最近已经迷上了 可能几个礼拜了 一两个月等等的 那如果过去完成式呢 head 就是过去到过去 如果用过去完成式 表示我弟弟过去 一段时间 很迷上花式壮球 但现在不玩了 那has been就是一直迷 现在还在玩 就是差别 这很好用 所以我们可以多用一些 现在完成式 过去完成式 反正重要就是 它那个时间 是持续一段时间 而不是一个点 那如果持续到现在 还在进行 就用现在完成式 如果说 现在已经不完了 这过去一段时间 一直进行 就用过去完成式 就很简单 这个道理 那Pool 我们一般说游泳池 它也是一只多亿 它是花式壮球 那壮球是Billions 但它有分了Snooker 就是英式壮球 台词很大 又花式壮球 台词就正常的 那个球都不一样 这花式壮球 它也可以是 把钱集合在一起 比如CarPool 大家共乘 车子大家共同使用 或者MoneyPool 大家共同使用 集资 Pool它本身就是 集合金钱 大家一起合资 我们叫合资 这个字的变化也很大 Recently 最近 My brother has been hooked I'm playing poor Recently 那Olly Olly 它是卷舌的Olly 不要念Olly Olly 所以这有时候 念起来 我们觉得不太习惯 可是就是这样发音 Olly 不是Olly 它是油很多的 很油腻的 或油很多的 可是呢 它一只多亿 另外一只油腔滑掉 那这中文也讲得通 它这个很油啊 所以有些 中文英文讲法差不多 有些就不一样 譬如说 the definition是 too smooth 太平滑了 in speech or manner 就讲话太平滑了 或者它的表现出manner 它的态度 太滑了 就我们中文讲太油了 太平滑 太顺了 不讲难听的 永远讲好听的 话挑这个好的解 太惨媚了 油腔滑掉 这是不实在 be careful of that man 所以be careful 后面可以加off 可以加with 那一般用off比较多 be careful of that man 小心那个人 he got an early tongue 这个tang是 不卷舌的带恶的 in tongue 不要念tong 不要念tong 那个城市 那个乡镇的是 tang 这个是tang 不是tong 他有一张 很油的嘴 讲话这个油腔滑掉 be careful of that man he got an early tongue 然后像racket 就是我们球拍 尤其是网球拍racket 它意思很多 也可以是什么 什么价值啊 什么那个 什么台啊 都可以 意思很多 但是我们这边 一直是讲一个意思 它也可以是诈骗 诈骗骗人 a dishonest or illegal activity 这是一个不诚实的 或者是一个违法的 一个行为 that makes money 为了赚钱 诈骗 骗钱 a dishonest or illegal activity that makes money 这个钱呢 这个字 常用 所以 它的念法是money 跟前面这个tang 发音是一样的 tang 那很多念成money money 就发音就很奇怪 就像我一直讲的 这个手机 4G 5G 就脊压鱼肉的G 一定要念成4G 5G YouTube 一定要念成YouTube 所以这一些发音就差很多 money 不是money 那看看例句 One of my associates 就是我的一个同事 现在美国很多讲同事 不讲colleagues 比较 那是英国讲法 那美国就讲associates is been investigated 被调查了 for involving in a financial racket 它不是涉及到一个金融的球拍 而是涉及一个金融的诈骗 骗钱 那这个美国他常常会用 B动词后面加个beam beam 这个字不好念 因为它是两个e 两个e又不太一样 beam 不是beam 不是beam 或者human being 还是human being 这个字不好念 两个e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示 这个进行式 表示它是进行中的 所以这个字也很好用 但一般 很多亚洲人不太会用 所以那个 完成式 现在过去完成式 亚洲人不太用 还有 was beam is beam 这种字 就表示 是现在式 可是呢 它有现在进行式的意思 那后面常常是加 过去分子 被动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个 蛮 美语 蛮英语式的用法 One of my associates is being investigated for involving in the financial record 我的一位同事 因为涉入 一种金融诈骗案 而被调查 那Round是跑步啊 这是很简单 那没有什么学问啊 有 抽丝 什么叫抽丝呢 袜子破掉了 丝袜 女孩子丝袜破掉了 哪里也有可能 裤子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那个 针之类的啦 这个被勾到了 破一个洞 什么东西 其实那个破的洞呢 当你说 那个破一个洞 就后也可以 但一般叫letter 梯子 那破洞 叫梯子 为什么 梯形裂缝 这个是很奇怪的字 但是是一个蛮道地的字 那个破洞叫 letters losing stitches 就是它那个针织啊 一针一针织下去 叫stitches 它那个线啊 针织 跑掉了 就是抽丝嘛 就是那个线脱落了 或者是 alarm vertical hold 就是一个长的 一个水平的 一个洞 in tight 就是在那个裤子 and stockings 或者一个 一些那个裤袜啊 什么等等的 反正是针织品 就是那个抽丝 就是那个破洞了 裂缝了 losing stitches alarm vertical hold in tights and stockings 我们看另一句 being caught by nail 就是被那个 我们不要说被抓到 不要被钉子抓到 被钉子 勾到 最靠 我们中文翻译 我们要看上下文 不要说 这个字就什么意思 这样翻起来怪怪的 hush darkings 那我这边 这边应该是说 它的那个 酷袜啊 什么东西 那我本来是想写 那个 skirts skirts 那我们这边 或者加一个 一样 appeared in obvious man 被钉子勾到后 它的裙子 到这边 你说它酷袜 都可以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破洞 那英文是letter T型裂缝 那这是抽丝 I've been caught by nail 油腻的 也可以是油腔滑掉的 那这些字都常用 所以这些 一字多译 都是常用 都会碰到 如果碰不到 我们就不举例了 rack it除了是球拍 网球拍以外 也可以是诈骗 欺骗 骗钱 让 除了是跑 也可以抽丝 那我们 把这些句子 念一下 我们熟悉一下 所以我们念英文 一定要有 一字多译的 那种观念 认知 那进入英文 就是实战 千变万化 千万不要说 以不变一万变 这个字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它写错了 或者说 我就是看不懂了 放弃 那这样子 英文就不会好 那action 剧情 I don't like this movie because action is too exaggerating for me 那当然我们 只是这个造句子 举例 那你中间 有些资料 随便换 没关系 I don't like this movie because action is too exaggerating for me hook 不但是勾撞的 勾子撞的 也是上译的 He was hooked on heroin 或者 hook on morphine 或者cocaine different drugs various drugs 都可以 He was hooked on heroin 或者是 不一定是吸毒 在喜欢最近 迷上什么 运动 迷上插花 迷上唱歌 迷上开跑车 随便 都可以 My brother has been hooked and playing poured recently My brother has been hooked and playing poured recently 那Olly 不但是多油的 油脂很多的 也是油腔滑掉的 Be careful of that man he got an oily turn Be careful of that man he got an oily turn 那racket不只是网球拍 也是诈骗 One of my associates is being investigated for involving in a financial racket One of my associates is being investigated for involving in a financial racket 所以我们念英文 可以念 可以快 也可以慢 可是中间一条 一条断句 所以我们念英文的时候 或者讲英文的时候 一条断句 比如说 One of my associates 停一下 这边停一下 was being investigated 停一下 for involving 停一下 in a financial racket 就可以分四段 那你一次念完 你自己很累 别人听起来很累 你分段 你自己的喘口气 别人听起来 也段落分明 One of my associates is being investigated for involving in a financial racket 所以我们就讲话这样 所以你看看外国 你说那个 新闻报道 CNN BBC 或者是人家演讲 或者在YouTube上很多视频 你仔细听 它快归快 但是它还是段落会分 当然有些人就是念得很快 那也不对 像那个电影里面 有的时候太顺了 为什么 因为它都假的 它都是背剧本 它背了半天 它家里就背了半天 结果一上去演的时候 还吃螺丝 到最后一定 最后 你看到的 电影上看到 都是它已经 讲了多少遍了 就是有时候顺也顺过头了 那正常 讲清楚的 它还是要段句 断得清楚一点 所以我们就是讲英文 第一个 发音要尽量标准 符合美国的发音 然后要断句 断得清楚一点 讲慢一点 没关系 断得清楚 越清楚越好 因为尤其是亚洲人 他也不期望你 讲得跟他一样快 那也不太可能 至少你讲的标准 讲得很清楚 然后用字 基本上没什么错误 文法基本上合乎 那他们觉得很棒 那如果说你 如果说你文法很棒 然后咬字很棒 他就是 他就会有一种 他就是觉得 实在太厉害了 所以那个这一集 又讲五个 一字多译 那大家就对英文的单字 或者对整个英文的环境 就会更加了解 这一集夹在这里 我说你也不想过 你不可以 他也得到 谢谢大家